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连爆出了裁员消息之后 在9月19号的上午 Shoppy于国内召开了全员大会 宣布将启动团队调整并削减部分岗位 那么也有员工就透露 有一些部门说到这个削减岗位 它的这个裁员率到多少呢 要到90% 那么仅仅是在一年之前 Shoppy还是以高福利是文明侠二的公司 工资是对标BAT 每年调薪是12%到20% 新人就可以配备MacBook Pro 还有2万块钱的工学语 那么在这个晚上7点之后呢 还有一个加班餐呢 当时这个Shoppy呢 也是被称为是神仙公司 甚至是有了无Shoppy 不接offer的一个说法 嗯 没错 彼时的Shoppy呢 以及它的母公司啊 就是东海集团C 同样都是风头无量 这个C啊 于2017年10月 是在纽交所上牌上市的 挂牌的 也是首个在纽交所挂牌上市的 东南亚的互联网公司 那21年的10月呢 C的这个股价一度是达到了 372美元每五 那么市值也突破了2000亿美元 而Shoppy呢 是将市场从8个扩张到了16个 C呢 则是除了已有的游戏业务 像这个Gairana 还有电商业务 Shoppy之外 开始发力外卖业务 还有就是线上支付的业务 可以说是一路高歌 那么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2009年 李小冬在新加坡创办了 C Limited 2010年 C就是便得到了腾讯的投资 腾讯是持股近40% 为了全球化的扩张 2016年Shoppy进入中国 并将研发团队的重心 迁移到了深圳 在深圳设立了总部 全面开启了这个新的业务合作 中国的跨境业务啊 由于是跟腾讯发展的路径 比较相似 靠游戏起家 以靠游戏业务的盈利 来给其他业务进行输写 那么再加上被腾讯大笔投资 所以外界又将C 称为是东南亚的小腾讯 而当大家都认为 它们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 C接下来的走势 却是令人挫不及防 先是印度禁止了 它旗下最赚钱的一款游戏 导致了游戏业务受损 此后它的股价 在走至了最高点的时候 就急速下跌 截至到目前已经跌去了 当时80%以上了 那么Shopee也是从 刚进入不久的多个市场 迅速撤回 几个月之内是接连 关闭了法国 印度 西班牙的站点 也从拉美区域的 智利 哥伦比亚 墨西哥 阿根廷退出了 伴随着局势的改变 这家曾有无数人 挤破头想去的公司 也是拉开了大裁员的序幕 这为什么一家看上去 势头如此迅猛的公司 会这么快就急转直下了呢 有业内资深人士就表示说 C是高估了自己的控制能力 2021年当许多的互联网大厂 早早地进入了过冬模式的时候 C以及Shopee 仍在四处扩张 这就是低估了疫情的 后续连锁影响 放大了自己的风险控制能力 Shopee相关人士又表示 2021年相对宽松的 一个宏观经济环境 确实给了公司新市场 试水的一个机会 彼时许多国家 为了让经济从疫情中复苏过来 不仅是货币政策宽松 而且也在努力地刺激投资和消费 在Shopee看来 这类大环境 是有利于跨境电商的发展的 简而言之 还是这个忧患意识不足 由于前几年 公司一直是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 令它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了 也对于掌控未来的能力 更为的乐观 并且C也是高估了投资人的耐心 一位投资界的认识就表示说 资本市场给他们的时间 可能没有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多 尽管此前这个C并没有实现盈利 但是资本市场一直都非常买账 就21年的10月 还曾给出过372美元每股 这样的一个价格 总市值都超了2000亿美元的估值 可以说资本市场的看好 也增加了C 它扩张的信心 而扩张带来的新增长点 也有利于继续地维持 它一个较高的估值 但是或许令到这个C始料危机的 就是资本的撤离居然会如此之快 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 和加息等货币政策的调整 投资人士纷纷捂紧了自己的钱袋子 避险意识也越发地浓厚 公司是通过烧钱占领市场的时间 已经比期望的要短了许多 C以及Shoppy的一个节奏 是完全被打乱 不得不开始后撤了 没错 部分业内人士就认为 如果说按原本的节奏进行下去 C和Shoppy本应该有一定的想象空间 但有之前人士透露在撤出的部分国家 Shoppy实践上是已实现盈利的 而此次的财源重灾区的外卖业务 和线上支付业务 也本应该是迎来发展的好时点的 那么对于线上支付的业务来见 这个目前东南亚的线上支付市场 并没有统一 仍然处于一个较为分散的状态 那么相较于本地化 较为艰难的海外巨头 C它是具有天然优势的 再加上它本身就具备了电商业务 有线上支付领域的野心 也并不突兀 但是这一些尝试 随着这个整体节奏被打乱 也就戛然而止了 内部人士透露 就是说C和Shopee 在这些业务上边 投入的精力并不低 那比如说在一些撤出的国家 Shopee就增派了不少 在东南亚有过实战成果的管理层 那深耕当地 可以说扎根当地市场 但是现如今这些投入过的人力物力 大多都已化为了沉默成本 这些业务遭到了缩减 主要是由于短期来看 存在了一个较大的不确定性 比如说彻彻的国家 许多都是经济实力较差的 发展中国家 即使在这些国家已经盈利 但是由于他们的一个 抗风险能力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不确定性仍然非常的高 通过大批的裁员等方式 来削减成本 这个C在扩张的路上 来了个急刹车 但这并不意味着医疗勇益 在部分业内人士的眼里 此前呢 似于许多的互联网大厂一样 追求增长 超过追求效率 但是一旦步伐慢下来 这个新的挑战就迎面而来了 业内人士指出 当扩张不再有成效的时候 许多被掩盖的问题 就暴露了出来 比如说核心管理层 注意力的分配 还有这个组织内部的协调 以及稳定性 在高速增长的时候 都被暂时忽略了 但是一旦扩张 要是受阻的话 这一些就会成为 影响效率的关键 没错 其实C这个问题 跟很多企业也都有相似之处 就是在发展得非常好的时候 大家一片歌舞生平 很难去看到 有什么样的问题 隐藏在这种繁荣之下 但是当大潮退去 谁在裸涌 是立刻就显现了 那么C的此番大裁员 谁应该来负主体责任呢 或许有些人说 大环境不好 是大环境的原因 也有人说 可能员工管理有问题 是员工的原因 但或许也有人说 是因为公司的原因 没有战略眼光 没有更好的规划 所以也让公司背这个锅 但无论错在哪一方 其实参与其中所有的人 都付出了代价 或许对于C和烧皮来讲 裁员之后 才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的开始 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 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